这是不二钱就能看的吗 500块钱买了一个户外运动盲盒 开出来啥就干啥 宣传第一个会是什么呢 这啥 登山帐啊 周末去爬武夷山 看我首次快递盒 诶 什么劲 这个这么大 给我自己的头像 我靠这商家不会是我粉丝吧 我有一种拍自己的脸有点心疼呢 可以啊 乐器在这儿 太累了 太累了 下一个 什么 这是不二钱就能看的吗 这套勇业 而且主要是那种 让所有男人都无法自觉的那一种 我看一下什么 不行 太炸裂了这一套 有这一伙穿 那我们到底做啥运动啊 我们玩飞盘见 行 爬下天气报啊 不是吧 下午要下雨 那明天呢 再往下看啊 未来半个月都下雨 这太不巧了吧 这种雨季对我们户外运动来说 太不友好了 行了 飞盘打包送粉丝吧 我看你家武夷山的天气啊 怎么又天天下雨啊 下雨一天爬山多危险 找个好天气去运动就这么难吗 这样 我们不然去海边 哪儿海边 青岛 这么看哈 之后它不是升温就是降雨 就这两天是好天气啊 决定了 去青岛 穿着咱这套炸裂的衣服 骑摩托挺去 走 我刚看了一下末期天气上的穿衣指数 我们出差收拾行李再也不用那么盲目了 照这个收拾啊 就没错 出门前看看末期呢 天气变化就再也不像抽盲盒一样未知了 而且海边紫来线嘎嘎嘎嘎 该戴的都戴上 所以这儿的衣服啥时候给我看呀 就是现在 干嘛 这就是你说的炸铁铁衣服呀 算不算每个男人新年都弄 起飞了点价 太飞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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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止不前 穿越时空 跷渐全力 我会来到你身边